大门地区 南岸泛至圣劳伦斯河以南 与蒙特利尔隔阂相望的大片区域 南岸英语称作South Shaw 法语称呼La Hibche 南岸辖区是1600平方公里 人口大约75万 人口的密度较低 它的主要城市呢 包括Longue Bushawil Saint-Borinot Saint-Lombert Bossard L'Apré Gandiac 等等 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我是蒙冲凡高 魁城的专业地产经纪 这个视频呢 拍摄于2023年的4月2号 星期天 温度在零下3摄氏度 阳光明媚 它的视频拍摄地呢 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 Saint-Borinot 今天呢 我们介绍 Saint-Borinot 首先它的名称呢 叫做Saint-Borinot 的 Montarville 这个名称呢 是纪念第一位领地的所有者 一位主教叫做François-Pierre-Borinot Montarville 指的是这个主教在法国的居住地 这个城市呢 面积有43平方公里 其中呢 独立的别墅呢 占比呢 达到了73% 连排别墅占比率达到了6% 在2022年呢 人口统计呢 它是26873人 其中移民呢 占比为9% 人口的受教育程度上呢 成人大学占比为42% Saint-Borinot家庭的平均的收入在13万2000加笔左右 在2017年和2018年 Saint-Borinot de Montarville 被著名的Money Sense杂志 评为加拿大家庭生活质量最佳城市 Saint-Borinot在2018年被同一杂志 评为加拿大第四大生活质量最佳的城市 Saint-Borinot是魁北克第一个 在2012年的Le Fleuron du Québec 计划中获得Saint-Fleuron最高评级的城市 它的评估标准呢 涉及清洁维护原因元素的多样性 和城市景观状况视觉效果等等作为评价 这一最终的认可肯定了 Money Sense杂志 几代人卫士Saint-Borinot成为魁北克最美丽的城市 所做的不懈的努力的一种肯定 Saint-Borinot 它的室内有一个占地8平方公里的国家公园 叫Park Nacional de Mont-Saint-Borinot 是大蒙特亚地区最大的国家公园 它有山 有水 有多条的林间小路 春天踏青 夏日徒步 秋季赏风 冬季滑雪 除了国家公园外 Saint-Borinot还有大大小小的30多个社区公园 生活在这里如同置身的天然氧巴 总结 Saint-Borinot一山傍水 雅致的环境 加上完善的市场设施 便利的交通 是大蒙特拉尔地区 为数不多的市外桃源 如果想要在Saint-Borinot之夜 这里的房子价格也是非常的亲民 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我是蒙成梵高 专业的地产经济 非常乐意帮助你 如果喜欢本视频 请点击订阅 我们下次见 拜拜